希望各位如果有可能的话 我现在怎么觉得这个互动特别特别少 我不知道是不是又卡了 大家再给我一点反馈 卡不卡 感谢狮子汪汪加入粉丝团 是不是又卡了呢 OK 好 注意啊 左上角今天没有筷子拿手指 左上角可以关注我 这个是可以加入我的粉丝团 好 好快讲完了 我今天要讲的快讲完了 最后呢我想讲一下 因为我是一个CSRI的三级教练 所以最后我想讲一下 这个CSRI我为什么认为它非常好 它的原因是什么 它的原因是 CSRI用非常简单的四句话 概括了所有的滑行 好非常好 认识听我讲很好 我就是怕卡 因为今天这个网络莫名其妙 它有四个技术要点 第一点 用你所有的关节帮助你保持平衡 其实这句话很空泛 但是确实是这样的 你在滑行的时候 要用你所有关节去动 帮助你保持平衡 感谢8426 感谢滑雪滑雪就是滑雪 第二点 用你的下身去带动你转弯 或者说引领你转弯 原话是 Turn with a lower body and a ski design 还有呢 当然就是雪板的设计 那也就是说 不要用上身去带转 你看这又是一个 非常非常明确的一个技术要点 第三个 分离和反攻 可以帮助你获得更多的抓地力 那我们经常在讲的反攻啊 分离的姿态 你看我经常会用这句话 去分析大家的一些问题 比如说你内倒太多 你的反攻不够 然后导致你的外板打滑 也就是因为你的外板抓地不够 才会打滑 对不对 然后第四个 第四个是我觉得最 CSIA的这个技术要点里面 最有特点 也是最取巧的一句话 叫做一个协调的身体运动模式 去处理好弯跟弯中间的 血板反作用力 让更好的去保持弯跟弯中间的 这个动能 这句话事实上是 从中级开始的学有 慢慢的你一定要考虑的一个问题 就是如何处理弯跟弯中间 这个我们所谓的弯的转换阶段 这是由一个中级滑雪者 往一个高级甚至更高级的滑雪者 去进阶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技术点 如何处理好弯跟弯中间 这个转换阶段 那么CSIA里面用一个所谓的 用你比较协调的运动模式 那么我们想问一下 什么叫比较协调的运动模式 那其实还是反倒之前 什么所有的关节啊 什么separation angulation 就是分离和反攻啊 什么用你的下身啊 这综合起来了 所以你说他这句话 是非常非常笼统 但是你不能说他是错 你不能说他是错 所以我觉得这是CSIA非常取巧的一个地方 这也是我比较喜欢 因为我这个人从小就是喜欢小聪明 我读书的时候不是很认真 但是我都考上了重点中学 我比较喜欢这种比较懒的 说实话 我比较喜欢这种比较懒的方法 就一句话可以概括很多很多点 所以呢我比较喜欢CSIA 这是四个CSIA的技术要点 然后呢CSIA也把这个滑行 那个四个所谓的objective 就是他的滑行目标也列得很清楚 比如说speed那个速度控制 然后方向的改变 然后呢滑行的流畅性 然后还有一个什么 Mobility Speed Management Direction Change 还有一个Gliding 就是还有运动 运动的模式 一个是Speed Management 一个Gliding 一个Mobility 一个是Direction Change 这四个 我用中文翻译过来 我还是有点不习惯 主要是这四个 那么这四个就可以涵盖 所有的滑行目标了 比如说我们在转弯的时候 我要让我的弯更加流畅 我要让我的身体 更加处于一种运动的状态 我要更好的去改变血板的方向 这些都涵盖在里面了 所以我是比较喜欢CSIA的滑行 它是有四个技术要点 以及四个滑行目标 然后还有它在教学时候的 它比较强调的Two-Way Communication 双向的交流 这个是很多体系都有的 但是我觉得CSIA把它单独拿出来 作为一个要点 双向交流特别特别重要 这也是我在这几年的教学过程中 因为我不知道这里可能有一些 我的学员 我会经常的去问你们 就是当我教了你一个 我指出你的问题 然后我给你一个练习以后 我让你去练了以后 我一般都会去问你 你在刚才这个练习中 你感受到了什么 并且我会设定一个 比较闭合的一个问题去问你 我不会说感觉怎样 感觉怎样 这个问题实在是太宽泛了 就是我感觉到饿了 我感觉到累了 这些都是感觉怎样 那么如果在直播室 有做教练的话 就是我也可以给大家一些意见 就是说你在去教学的时候 不要提太多的这种开放式的问题 因为你这个问题提出来 别人不知道怎么回答 感觉怎样 感觉很爽 这个回答对你来说 没有任何的意义 那么你要怎么问呢 你得问 你看刚才我做了 比如说我让你们做一个鹤弯 你做了这个鹤弯 做了几个回合以后 当你再回到滑行中的时候 你有没有觉得你的外板 能够更加吃得住血了 问这么一个具体的问题 那么这个时候呢 你的学员会给你反馈 欢迎二哥 感谢隔壁铁二牛 那么学员给你这个反馈 就是非常非常直接的 并且是闭合的 问这样闭合的问题 可以更加清楚的了解 学员到底有没有掌握 并且他有没有理解 这样才可以让你更好的 根据他得出的一个结论 你去为他设定下一步的滑行目标 如果理解了 我们改变 改变难度 改变坡度 改变速度等等 让他在不同的坡度和速度下 继续掌握这个动作 如果不理解 你就不能强行的 还往进阶的方向去走 你要回来 让他在刚才这一步 再反复的去联系 这是一个 作为一个指导员 应该有的素质 你要怎样去问这个问题 感谢 但黄儿有 但黄儿有点忙 Thank you 好 那么这个是我在给大家 这个考级上面的一些建议 其实讲的比较零碎 但是如果你们有录评的话 我觉得你可以把它剪辑起来 我觉得还是 分享的都是我自己的一些经验 那我刚才最尤其是最后一点 其实就是三级考试 教学考试的时候 特别重要的一点 如果 我不知道在座的 有没有上过国内教员的课 就是说 教练给你一个练习动作 他给你示范 示范完 你跟着做 然后做完之后 教练告诉你 你滑得很好 有没有这样的场景 但是呢 就是如果是CSIA的体系的话 他也会说 你滑得很好 但是接下去 他会继续去说 你刚才 融入了这些动作 融入了这些肌肉感觉之后 你是不是感觉到 你变好了 他会把这句话 变成一个疑问 去问你 这个就是说 你滑得很好 跟你是否感觉到 你自己滑得好了 这两句话的区别 这个是在教学考试里面 或者说 你实际的教学过程中 完全不一样的 第一种 只给的方式 我直接给你 我直接告诉你 那是我直接告诉你 这句话是我说的 一个教练员说的 但是 你是否真的 有这个感受 不一定 但是当我去问你 首先你会去思考 其次 你会给我一个反馈 这个就是双向的交流 这种交流 会让学员产生 更多的存在感 让他有更多的参与感 并且让他去动脑子 这绝对比 只给式的 要强很多很多 这也是我觉得 包括原来的 原来的我 两三年前的 我跟现在的 我最大的区别 也是现在很多 国内的教练 所不具备的 他们可能说着说的 就是一种 只给式的方式就来了 我觉得你这样 我觉得你那样 没用 不要我觉得 我要你觉得怎样 这一定是个疑问局 这个当然是 分享教学的一些东西 会 会对这个 做职业教练的人 可能很有帮助 但是其实对 普通学友来说 也是有帮助的 为什么呢 可能你们的中间的某些人 你们的滑心乐趣 也可能在于去教你身边的朋友 欢迎谢东哥 那么你在你教你身边的朋友的时候 如果你可以在你的教学的过程中 融入了这一点东西 人家都会觉得你教得很好 也可以让你去实际应用的 罗志祥 多人运动 好 好玩笑开 那个天也不早了 时间也不早了 我们接下去来讲点正事 正事就是 我的这个主题呢 就讲完了 关于这个考级 那接下去呢 就是到了这个 问答的环节 问答的环节呢 就是关于滑行的东西 随便问 感谢 滑雪的胖哥哥 罗志祥我原来挺喜欢的 好 这个我们不聊闲天 现在呢 是可以让大家去问滑雪问题 在这个问题的时候 你们可以捋一下 我会优先回答 这个粉丝团登盘 加入我粉丝团的朋友 然后如果问都少呢 我谁问的就是回答谁的 都无所谓 然后我休息30秒喝口水 你们可以开始打问题 怎么强化若侧腿 好 第一个问题是这个 年费多少 我现在就记得第一个 怎么强化若侧腿啊 各位 各位 你们都是我的粉丝团的团员 我也没法一一优先 我就看到哪个 讲哪个 我稍微歇几秒钟 喝口水 好 我来开始回答问题啊 第一个问题 怎么强化若侧腿 那事实上每个人都有若侧 这是百分之一万的事情 没有谁说两条腿完全平衡 那么若侧就是若侧先行 若侧多行 多练的一个原则 若侧先练 若侧多练的一个原则 比如说在学道上 我们做这个结形弯的回山 那事实上我们 整个学道这么宽 这么宽的一条学道 我们从这里一个一个一个 坐过去 然后一个一个坐回来 那这里就涉及到 坐过去的过程中 全是右腿山下腿 一个回山回山回山 回来的时候 有一个一个左边 全是左腿 那么 左边的多坐 比如说你左侧弱 那你就左边多坐 然后先坐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原则 这个原则可以运用 在很多的运动中 不只是滑雪 好 我们看看兵讲的 多讲点教学心得 感觉在互相交流时 很有帮助 教学心得 其实我刚才已经分享了一些 教学心得就是 我觉得首先是彼此的尊重 那么尊重包括很多方面 那就是在跟别人讲问题 问问题 交流的时候 你要看着对方 你不能自顾自 左顾右盼 然后别人再跟你讲 那是不尊重 你在上课的时候 或者你在给别人上课的时候 你得关照每一个学员 你得关注在教练身上 不是说教练在讲 在示范 你不看 不听 我觉得互相尊重是前提 请问NZ的二级都考上 NZ的二级事实上我没有参加过 我参加过他们的三级培训 那么好像是有视频分析 滑行 还有就是教学 他们的教学里面 就是视频分析 其实是包含在教学里面的 然后还有那个视频分析 主要是分析动作 然后还有实地的教学 但是NZ的教学 它会有一本 它也会有一本教材 它这本教材给你以后呢 你要根据它教材 NZ有NZ的语言 有NZ的教学框架 就是几个运动 前后的运动 上下的运动 左右的运动 还有旋转的运动 这几个运动要去记手 各体系可以交叉认证吗 可以啊 就是目前就是我刚介绍的 可能很多朋友 在一开始没有进来 没听到 就是ISIE的成员国之间的体系 都是互相认证的 那么ISIE里面就是 有ISIE的Stamp 有ISIE的Card 这两个是高级 跟Card是最高级 Stamp是高级 那事实上最终统一的 就是到ISIE的这两张 不同的级别认证 Stamp和Card 那么在我们国内的 现在比如说 你考了CSI的一级 事实上你可以拿 这个CSI的一级 去参加NZ的二级的 好像是可以的 好像可以 应该是可以的 你拿了NZ的一级 也可以去参加CSI的二级 是通的 因为我曾经就是拿 CSI的二级 去直接参加了NZ的三级 但是我没考试 因为错过了 它的预备的课 NZ的三级 在考试之前 它有一个pre course 有两个pre course 一个是滑行的pre course 一个教学的pre course 我参加了 我漏掉了一个 所以后面考试就没资格 好 中级平行与高级平行的区别 这里不仅是中级平行 和高级平行 还有一个基础平行 跟这三者 基础中级跟高级 有什么区别 其实这三者 都是要求你 驱转学版 注意啊 是历任之后的旋转学版 而不是纯卡冰 高级也不是纯卡冰 但是这三者 它的最大的区别 就是他们的速度不一样 基础的最慢 中级的次质稍微快一点 然后高级的是最快 但是无论如何 都不是纯卡冰 记住这一点 高级的也不纯卡冰 然后呢 在基础和中级和高级里面 都有一定的隐身的幅度 但是这个隐身的幅度 是随着级别往上走 隐身的幅度越低越少 明白了吗 一个是速度 一个是隐身的幅度 一个是卡冰跟搓血的程度 最初级的搓血最多 中级的搓血少一点 高级的搓血更少一点 但是无论如何 它都不是纯卡冰 你要把一个高级平行式 划成了一个纯卡冰的 不合格 谢谢 蛋黄有点忙 好 钢钉 欢迎钢钉到来 改掉K腿 用什么训练比较有针对性 K腿因为它的成因有很多 它的成因有很多 你身体结构导致的 比如说很多女生的K腿 它就是骨盆比较宽 它进来就是K腿 其实你改不改都无所谓 然后呢 有前后错腿 错开 那么你管理好你的脚 那么基本上就两点 你的外板的承重 外板的平衡能力很重要 以及你内板的配合能力很重要 所以我觉得去改正的话 就是当你可以外板 很好的去做一个 stock turn的时候 叫鹤弯的时候 那也就代表你的 外板平衡能力可以了 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去 把重心放在你的内板上 内板的外刃的平衡能力也很重要 如果外板力刃力这么高 然后内板力不到这么高 那么就可以腿了 如果你的内板在很前面 而外板在很后面 那么你很难平衡在外板 所以单脚的练习很重要 那么最好是先去发展你的外板 再去修正你的内板 当然不是说一味的 我只发展外板 内板完全不管也不是 就是主要先发展外板 发展外板好的之后 再去发展你的内板 谢谢大坤 谢谢二哥 好 雪纳牛 美国运动员 这不是问题 确实是 尤其是很多女性 这个K腿真的是 因为可能比较直观 所以很多人关注在这个上面 但是真的 我原来也是这样 但后来就不怎么关注上面 因为K腿有很多真正的成因 你要分析它的成因 然后才能去修正 感谢台风要来了 马本座 我转换的时候 三上腿 用收腿来保折 三下腿平行 转换的时候 弯跟弯的中间 是吧 是啊 这个动作没错 就是弯跟弯的中间 就是你的两条腿 比如说上一弯 这条腿比较长 这条腿比较短 然后在转换的时候 你的新的外板 就是外腿 外侧腿 它会越来越长 那你让它变长起来 这就是你可以感受 就是原来那个外板 慢慢慢慢的缩短 这个没错 就有很多人举个例子 像踩自行车 这是对的 就是你不用专门去针对 K腿而去修改它 就是在你很多 比如说外板的承重做得更好 内板的控制更好了以后 那么你的K腿是会被改进的 这边我分享一个 我的一个观点 就是尤其是女生的 生理结构性的K腿 你在滑的时候 因为你已经有了这个 生理结构 这个生理结构 在正常的生活中 其实很正常 很多女生 腿是夹着的 很正常 没有人会来说你 这是反倒是成为一个 女性的特点 比较娇羞 比较惹人可爱 惹人脸 但是在滑雪的时候 你保持这个特点的话 就不好看 所以你要怎样呢 你要在有意无意间 你都要去把你的两个 我们所谓的脚踝 其实是巨峡关节 往外侧打 有些用你的血板的外刃去着地 九二九支你会好一点 并不是膝盖往外翻 是因为你的巨峡关节往外侧翻 让你的血板外刃着地 从而导致你的膝盖往外侧翻 当然你的胯骨 胯骨下面就是你的腿骨根部 骨骨头 也要往外侧稍微转一点 很累的很累的 但是你要主要经常去做 会好一点 聊聊日本体系 可以啊 虽然有时候看自己Q体视频 想想 穿肥裤子没用的 日本体系 你这个就属于一个开放式的问题 刚才那位朋友 你这个让我怎么聊呢 日本体系聊它具体什么呢 你可以把问题提得再具体一些 如何练习两脚并拢滑行 我觉得两脚并拢滑行 事实上我个人感觉 有两个特别好的 就是一个是你去练习你的单脚滑行 在缓坡 比如说我们一些连接道 比如说像万龙 我从大厅出来 一直往那个七锁那边滑过去的时候 是不是很长的连接道吗 你可以尽量让你的一块血板抬起来 然后单单块血板去滑一个比较直的线 滑直线 最主要是发展你的外刃的能力 因为往往内刃大家平衡都会比较好 而外刃会差一些 那么如果你可能滑直线了 说明你已经具备了一定的外刃能力 那么两个脚都可以交替的去做的话 那么 事实上你的单脚平衡做得很好 一只脚平衡做好了以后 其实另外一只脚就能很好的去控制 一只脚平衡不好的时候 你另外一只脚事实上要负责很多的平衡的功能 所以它没有办法很好地去控制它的间距的 因为我原来是专门练轮滑的 所以 其实我的 我在14年的时候我就能做轮滑 做得比较好了 所以我我当时真的是想宽就宽想窄就窄的 明白吗 所以你要发展单脚能力 小弯的胳膊和血章应该在什么位置 我上一次讲的时候是一个基本站姿 那么基本上在小弯的时候没有太大的区别 只不过小弯的时候因为大弯的时候可能你的手会再稍微张开一点 因为这个手臂的张开是可以帮助你保持平衡的 但是小弯的时候就不用特别开 可以稍微收下来一点 那基本上就是在身体的抱团 就是两个手臂抱圆以后 保持这个走关节的角度不变 打开 两个手的距离比肩膀略宽 然后放到身体的两侧 这个手的位置在你的这个肚脂眼的高度差不多就可以了 然后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是血杖 血杖不要在摆这个姿态的时候血杖不要触地 因为手是捏紧血杖的 然后你实际滑行中 如果你觉得血杖特别长 事实上会影响你手的位置 所以在这边我们传统的拿血杖说反过来 然后扣着这个血轮 然后小臂大臂乘90度 这个其实是比较初级的 稍微可以短一些 我给大家一个参考值 我1米70 我的腿和上身的比例不是很好 我的腿相对来说比较短 我用的血杖是103公分 所以我给1米70的人 我给你们推荐的是 你们的杖可以根据你的腿的长短 腿越长 用的杖可以稍微长一些 是在100到105之间 那么175的人 可以在105到108之间 那么180的人 可以在108到115之间 具体每个人都不一样 因为肯定你手臂还有长短的 对不对 所以我最建议的是 你去买一对伸缩杖 随时可挑 因为在不同的地形上 事实上血杖长度也是不一样的 感谢台风又要来了 好 我们继续回答问题 如何练习完山的小丸 觉得太难了 首先 完山的小丸 其实这句话本身就是 涵盖的太广了 因为完山会滑的 我们都说小丸有很多种 完山会滑很多很多 但是我们把它归根结底 我们把小丸归结为两种 一种是pivot很多的 就是轴转很多 血板利润并不高的 也就是戳血 另外一种呢 是他们现在在推的 所谓的control的 short radioton 就是控制类型的小丸 那么他们要求的是 在任何时候 无论是在 尤其是在陡坡 他们要做出 两条轨迹的小丸 因为第一种 搓血的小丸 事实上 他们的轨迹呢 是扇面 我们都知道 当你血板利润之后 去驱转的话 是一个扇面 像个月亮型 月亮肚子中间比较宽 而两头比较窄 这是一个正常的 我们画的一种轨迹 对不对 感谢EMM送出的 星星和涂鸦礼物 那么 而现在 他们所谓的小丸革命 事实上 是需要你在任何时候 都是划出两条轨迹的 这样的小丸出来 那其实上 你可能认为 这就是卡冰小丸 但事实上 这跟卡冰小丸又不一样 感谢红恐卓歌舞廷 卡冰小丸 非常非常细的线 但是其实 他的那个 现在是小丸革命的 这种小丸呢 事实上 他也是两条轨迹 但是 他的轨迹中间 还会比较深 比较宽一些 事实上 他还在着 戳血的身份 要不然 他是没有办法 用纯卡冰的方法 在陡坡划下来的 尤其是划小丸 那么 你看 完善小丸 我大体把它分成 这两种 那你要讲的是哪种呢 如果你划那种 非常传统的 pivot 比较多的 就戳血小丸的话 点账 隐身也好 或者说不隐身也好 你去掌握好 外板的驱转 就可以了 这个相对来说 会简单很多 但是你要去练 那个 现在的 他们小丸革命 推崇的那个 宽关 就是那个 两条轨迹的小丸 在斗 尤其是在斗坡的话 会比较难 那我跟你讲 它有四点 我准备在接下去 专门做一期 去专门介绍 这个日式的小丸 我把在 英特斯基上 听到的室内的理论 跟室外 我看到的东西 我给大家分享出来 因为可能很多人 非常关注这个 就是 它这个小丸 四个特点 第一个 你可以去记 它的步骤 其实我在我的公众号上 也写过 第一个是 Uncle Position 就是它的脚踝的位置 强调小腿 跟 小腿的前侧 跟斜舌的贴合 同时强调 小腿肚子的后侧 跟斜帮后侧的贴合 当你鞋子穿的横竞以后 前贴后贴 那也就意味着 整个人重心居中 不能太靠前 也不能太靠后 这是它的一个 最核心的一个 最基础的一个位置 明白吧 这个位置 尤其是在弯跟弯 转换阶段 一定要去做 那事实上也就意味着 你在转换阶段 不能让重心落后 也不需要太过靠前 只是说贴合 并不是压得很死 感谢EMM 好 感谢红雀 这个刚才念过了 是不是我讲的太投入 你们听的太投入 所以 没有人互动了 你们可以先准备问题 准备在这个评论框里面 然后当我讲完一题的时候 你们啪一下 把问题拿出来 否则的话 我在讲的过程中 我也不好意思 我也没有机会去看这个问题 然后呢 第二个 刚才讲到第一个 Uncle Position 第二个呢 是Rolling Rolling是指什么呢 你在保持好 那个脚踝的位置的时候 然后从一侧 这样离人慢慢的 我们所谓的滚动你的刃 这个动作叫Rolling 但是在抖坡 事实上我们不仅仅是 这样滚动 这个动作是我们的 巨下关节在作用 事实上我们除了这个滚动 还有这个方向的旋转 所以这个Rolling是 利刃加上旋转的中和 尤其是在抖坡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 如果说你在 弯跟弯的转换阶段 又有滚动利刃 又有旋转的话 其实这就是一个 戳血的过程 明白吗 这就是一个戳血的过程 如果纯滚动没有旋转 如果纯滚动的话 那怎么样 纯卡冰就来了 所以纯滚动 纯卡冰 是和中缓坡 在陡坡行不通的 因为一旦滚过去 利刃人以后 你会发现 你又要滑的是小弯 所以这个弯会比较大 这也是为什么在陡坡 我滑一个比较大的大弯 卡冰的大弯会比较简单 而滑小弯会比较难的原因 那么 是需要 完善的这个 是需要保持好脚踝的位置以后 这样 边利刃边旋转 这个就在他这里叫rolling 好 第三个 apex apex 是一个峰值的意思 是什么呢 刚才rolling 这里要提到一个rolling 它的发力点在哪里 注意啊 这个发力点跟我们以前讲的 用腿部发力是不一样的 它的发力点是胯 胯 用你的hip 这个地方去发力 这个是跟我们不一样 我们原来都是在用腿 这也是他们所谓的小弯革命的一个 最大的一个革命点吧 所以呢 发力是用胯 用胯的用力 这个用力也是有往下的方向 也有旋转的方向 但是注意啊 在旋转的方向上 它只是一点点 到什么时候结束 到你的血板达到apex点的时候结束 apex是什么 就是你的血板达到最大利润角的时候 你的矿 无论如何不能再转了 锁在那边 在旋转的方向上 锁在那边 并不是在下压的方向上锁 而是旋转的方向上锁 这是两个方向 一定要注意啊 锁在那边意味着什么 血板将不再发生 曲转的动作 而是深深的把人立在那里 直接往下一弯去了 达到apex点的同时 release 这是它的第四部分 release 也就是我们的松刃 释放压力 这个过程 什么时候达到最大利润点 什么时候开始release 也就是你在你的最大利润点 是没有停留的 这样才能让你的整个弯更加的流畅 连贯 如果你hold在最大利润点 血板达到最大利润角的时候 我hold在这边继续往前走 那么 你hold得越久 你什么时候释放 那么这个压力会越大 那么你很有可能被奔飞 这个大家也见过 被弹起来弹飞的 谢谢强载ski 大家应该见过 对不对 所以呢 记住这四点 Uncle position rolling Apex release release的时候 整个人要开始往新的弯里面内倾 所以在日式的滑发里面 你会看到 你如果看过现场玩山滑的话 它有很多的 看起来像是上升带转 但你又说不出它那味道 事实上你现在知道了 怎么样 它只是转到Apex点 它就停止了 但是它的血板在 抖坡也好 缓坡也好 它出现的都是 比较干净的两条轨迹 这个轨迹可能在Apex点这个位置的时候 会比较宽一点 但是宽 也不是说两条轨迹变成了一个扇面 不是的 明白了吗 你在看完山的滑行 又觉得它上升有点带转 然后又觉得它是在戳血 但是它的又像是卡冰 现在我解释给你听了 为什么你会有这样的感觉 那么对于我们国内 现在因为 其实我个人在 完山的这个滑法 在国内推广上 其实我是 算是做的比较 多的 因为我觉得这种滑法好 有很多人觉得完山的小弯好看 但是你说不出来一个为什么 现在我告诉你为什么 我接下去我可能会专门 找一期去专门讲完山的小弯 因为曾经也写过一篇文章 但是我发现现在很多人对这个还是很感兴趣 那么我刚才那个人 谁问的我忘记了 就是你的问题是关于这个完山小弯 我先告诉你完山小弯很多种 完山小弯很多种 然后你要了解自己适合哪一种 那么我告诉你 陡坡的小弯 他们所谓的小弯革命里面提到的控制 controlled controlled shot radio 真的不是那么好练的 释放的要快 释放的要早 达到apax点的时候 锁死 要果断 弯跟弯连接的时候 不能让中心太过落后 所以encroposition这个位置要始终保持 每一个环节 rolling rolling的时候根据不同的波度 你利刃的幅度跟旋转的幅度 是要时时刻刻控制的 所以每一个环节都有很多细节需要去关注 说说很简单 我都告诉你了 但是 你要滑出来太难了 目前国内没有一个人能滑出来 记住我说的这句话 没有一个人能滑出来 大家都努力吧 好 接着 最大利刃时机怎么训练跟改善 有一个练习 wide past 10 是非常好的 去帮助你 去感受这个最大利刃的时刻的 wide past 10 我之前在 稍等我看一眼 我看我这里视频给大家看一个动作 可能你们也看到过 稍等我马上给大家看 正好我也歇几秒钟 wide past 10 后面的这个练习就这个动作 这个动作 感谢巧克力戒指 感谢二哥 感谢二哥 欢迎巧克力戒指 又卡了吗 现在呢 那卡就等几秒钟 正好喝口水 可能啊 因为这两个手机用的是同一个WiFi 我把这个手机的WiFi关了 看看用4G可不可以 再卡吧 这小个 这个就是我刚刚说的 这里有两个练习 一个WiFi关的那种 比较紧凑的版本 这个练习呢 是指从上一个弯的最大利刃脚开始 最大利刃脚的时候 你的外板主要沉重 对不对 然后开始释放 然后呢 你还是用这块板 接着往前走 接着往前走 还是这块板沉重 进入新的一个弯 当你换扔了以后 还是这块板主要沉重 这个时候 它就已经变成新的一个弯里面的内板了 还是它沉重 然后接着走 接着走 走到下一个弯的最大利刃脚的时候 瞬间把你的新的外板给放下来 然后由这个脚百分之百沉重 变成这个脚百分之百沉重 放下来这个脚的同时 这个脚就要抬起来了 就这个练习 这个练习可以帮你很好的去感受 什么叫做最大利刃脚 那需要很好的外刃的基础 需要很好的外板内刃的基础 需要很好的内板外刃的基础 这是一个比较高阶的练习 不要只要抖坡去做 缓坡就可以 去感受达到apex点的时候的这个时机 很重要 弯跟弯之间有空中进行重心交换 在空中进行重心左右转换 是不是释放晚了 在空中说明你在弯末的时候 你被弹起来了 就这个在空中是被动的还是主动的 谢谢浪漫主义 如果是主动的那没问题 尤其我们通过一些练习 就是在空中跳一下 换刃这是一个练习可以更好的感受 translation阶段的这个转换时机 但是如果是每一次都是被动的被弹起来 那肯定就是你释放晚了 并且你重心没控制好 你的encle position没有控制好 待会大家问问题的时候 我教大家一个窍门 你先把问题打在评论区里面 然后呢 在我讲一个问题的时候 你不要马上就去打出来 因为我讲的时候看不到 等我快讲好的时候 啪一下出来 然后我就读问题 比如说现在小等问题 为了更快建立新的外板平衡 应该在转换阶段 重心回到身下 内腿外刃开始沉重 翻内刃吗 事实上 在上一个弯的apax点 你看上一个弯apax点 这是内刃 这是外刃 这是外板的内刃 这个是内板的外刃 这样着地 然后呢 它就开始慢慢地滚 那么在这个滚的过程中 你的这个外板的内刃的压力 是越来越少 更多力量开始慢慢地 跑到这个地方去了 好 这个是传统的 我们所谓的要找利刃 尽早建立外板